广东人是很喜欢喝早茶的 你永远都叫不醒一个炸粪的广东人 除非你请他喝早茶 有些外省的朋友他想不明白 哎呀不就是喝个早茶吗 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 那跟着我就问他了 你有没有一千只百元再生生啊 有啊干嘛 走啊我请你去喝茶 你把刀买一下就成了 那去到茶餐厅之后呢 我就不断一点了一笼水蒸虾饺 一碟腸粉 还有叉烧包 奶黄包 流沙包 榴莲酥 马蹄糕 铁仔粥 混吞面 金钱土 四汁红爪 四汁排骨 糯米鸡 混蛋 哇点这么多 哪里吃得玩啊 哎呀 没有要紧的 我们可以从早上吃到下午的 如果你的钱包再厚一点的话 我可以吃到这家餐厅 雜粒的 他怎么猜得到 我们喝个早茶 可以有这么多花样的点心 广东的点心 广东的点心是很出名的 是被牛津字点收录了的 英文名就叫点心 很明显 当年英国人就是因为太喜欢吃点心 才抢走了我们的香港 不过点心又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叫喝早茶 而是叫探早茶 探这个字用得非常之道位 为什么不用饮啊 因为饮这个字是没有艺术深度的 饮汤是他 饮水也是他 饮滴滴胃都是他 但是你又不会说去探一支滴滴胃的嘛 难道真的拿一支滴滴胃过来 哇 真啊 受探早茶这种文化的影响呢 广东人的性格是很nice的 就连说粗口都充满了茶味 比如啊 你条粉肠啊 你个弹省啊 实际上茶少得好过生理啊 我是没见过哪一个省份 骂人都会骂得这么开胃啊 还有一句话在广东你一定听过的 有空出来喝茶 这句话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广东人他有空真的会出来喝茶 其实我上班的时候都想出来喝茶 我老板不同意而已 有空出来喝茶这句话我觉得是万能的 什么场合都可以用 例如啊 有个富泡说要包养你 问你受不受包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有骨气地跟他说 好啊 有空出来喝茶啦 又例如 你老板要你在国庆假期加班 但是没有加班费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一种拒绝 得理由不怕被人炒的语气 跟他说 有空出来喝茶啦 你甚至还可以加点心下去 有空出来喝茶啦 就是这样 广东人可以通过喝早茶去全息生活的 甚至可以将苦脑转化成美好 上次那个富泡说要包养我 原来是开玩笑的 在遇到这种情况呢 很多人就会探气 老板叫我去加班说没有加班费 原来是真的 但是广东人是不会探气的 因为他们在探早茶的时候 已经忘记烦恼了 所谓的人生 对于广东人来说 无非就是一张椅 一张桌 一壶茶 一六点心 还有一亿存款而已 所以说呢 喜欢探早茶的广东人 除了性格开朗之外呢 脾气还很好 实在是居家旅行 结婚生仔 必必人选 我是安仔 有空出来喝茶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微信公众号 搜索安仔 获取更多爆笑的内容 其中就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